水痕是化水彩的时候特别令人头痛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你不想要的时候出现 所以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水痕是如何造成的 要如何避免 更重要的是发现水痕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处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频 所以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Hello,我是水彩咖啡厅的Eric 那是什么导致我们的水彩出现水痕呢 很简单的 当你的笔刷上的水分比你纸上的渲染还要多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那这个根据你在的气候湿度还有你用的纸 你水彩干化的速度会不同 所以当你的渲染从湿润到半干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那一个检查的方式是注意你的渲染是否还有反光 或是水珠累积在旁边 如果没有水珠而且光泽很弱 那你大概就知道渲染是在半干的状态了 那你如果像我一样你画是有点倾斜的话 水珠会累积在下面 但是上面的部分有可能已经开始半干了 所以你要特别的注意 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的纸会变得非常的干渴 所以我很喜欢称这个阶段为渴 就是口渴的渴 虽然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用湿化法 但是你调的颜色需要非常的浓稠 任何多余的水分在这个阶段很容易就会被纸的纤维给吸收 那这些多余的水分会推动纸上还没有完全沉淀干化的颜料 那就变成了水痕 那虽然我们大部分都是想要干净的渲染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水痕都是不好的 有的时候你可以利用水痕制造出特别的效果 比如说花草树木等等 也有一些画家使用水痕作为背景元素 比如说永山玉子老师 他利用水痕创造出唯美生动的背景渲染 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其实水痕或许是可以帮助你的水彩的 那么避免水痕的概念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只要你在做湿中湿渲染的时候 确定你笔刷上的颜色比纸上还要干就可以了 这几年我每次在做渲染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就会自动提醒我要注意干化的状态 我的生理时钟会在大概三分钟的时候开始提醒我要注意 这个时候是我的渲染从湿到渴的转变时间 那这个时候我有两个选择 一是用喷雾瓶来给它保湿 帮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 二是我就要准备开始收手让它完全的干化 再化下一层 那如果我不确定的话 我很可能就直接把它吹干 那么最后如果看到水痕出现了 我们要如何处理 那其实如果已经完全干了你才发现的话 那其实也来不及了 你只能够去接受它 但是或许没有那么严重 你可以看看水痕是出现在哪里 那如果出现在的那个区域 之后会化更暗的颜色上去的话 那其实就不用担心了 反正之后是会盖掉的 那但是如果不是 那加上你的渲染还没有完全干的话 那就还是有补救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色块重新化一层渲染上去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用教师的颜料 完全覆盖你渲染的形块 让它重新分配水分到整个形块 给这片渲染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我常常在看到水痕就快要形成的时候使用这个方法 挽救了我快要翻车的渲染还有水彩 那么我就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让你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个赞并且关注我的频道哦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好我去来试着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水痕 那么如果要解释为什么会有水痕的话 我就必须先故意画一些水痕出来给你看 所以我在这边用一些蓝色 先画一小片渲染出来给你看 好现在画一片渲染出来 我用蓝色 我的指有一点倾斜 所以它会自然的往下流动 好那现在渲染画的差不多了 那刚画完渲染的时候 渲染还在一个蛮潮湿的一个阶段 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加一些颜料 画湿中湿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渲染的湿度还算是蛮高的 那尤其是常常在画低层渲染的时候 我们用比较多的水 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别的颜色进去 那就会像你所看到的一样 这个颜料就会在渲染里面 很自然的扩散开来 那这个就是湿中湿的效果 画出一些很柔和的形 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是水彩最好玩的地方 也是它最美的一个阶段 那我这边可以再放一些不同的颜色进去 这边丢一些黄色 所以我通常在刚画完一层渲染的时候 趁它还湿的时候 我会做一些湿中湿的处理 让水彩发挥它的特性 那我们画了一下子之后 水继续往下的流 那你会发现下面的水柱 寄得蛮大的 因为水往下流的关系 上面其实已经有一点开始干化了 那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虽然还是看得到一点点的反光 但是已经没有这么的强了 大部分的水分都已经流到下面来了 所以上面的部分已经从湿 到比较半干的状态 就是比较渴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画湿中湿 但是你要确定你所调的颜色 它的水分比你纸上的水分还要少 所以我在这边直接抓颜料 不要再加水 那我画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还是会有 比较柔和的形在里面 只是它的颜色比较浓一点 但是还是画得出始终是柔和的效果 然后把这个颜色画在旁边干的地方 那你这样就看得出来 这个颜料是有多浓多干了 所以还是可以画湿中湿 只要你笔上的颜料 它的水分比你纸上的水分还要少 通常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但是如果我这边 要画湿中湿的时候 加了太多的水 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加一点水 颜色可能比较好调 那在调色盘上看起来 也没有真的那么的淡 但是你一旦画下去 你就会发现颜色水分又开始往下流 那在这边快转一下 你就会发现 颜料有一点开始失去控制 然后渐渐的你发现 外面出现了一圈水痕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加更多的水分 那就非常的清楚了 你把底下的颜料往外推 就出现了你不太想要看到的水痕 所以在这边稍微做个比较 左边是用很浓的颜料来画 湿中湿 在这种半干 比较渴的阶段 那右边是用比较多的水 那你就看得出来 颜料浓度的不同 在这种阶段里面画出来 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在这个阶段 就需要用比较浓的颜料 那如果在左边的地方画 用比较浓的颜料来画 就不会有问题 那右边因为刚刚画过 所以又变得比较湿润了 所以现在如果再加一些浓的颜料进去 就变回湿中湿的状态 所以你看到跟左边就又不太一样 所以 如果你笔上的水分 比半干的纸还要多的话 那就容易出现水痕 那么如果说我们出现水痕的话 可以怎么样子的来做补救 其实这个是有方法的 所以我先再画一层渲染 然后试着故意画出一个水痕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可以怎么做补救 所以画了一层渲染 所以这个阶段 就像刚刚的一样 还很湿润 所以我再画一些适中湿上去 比较没有问题 画的颜色会融入到这个渲染里面 所以我现在再画一层渲染之后 大概过了一小段时间 我就会提醒自己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要开始注意它干化的状态 好 所以它现在在半干的状态 然后故意多加一些水分进去 那你如果稍微仔细看 就发现快要开始出现水痕了 那如果你看到这样子 然后你放任不管 让它干的话 那它的水痕就会留在你的画上面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这样子的效果 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趁它还没有干掉之前 再直接画一层渲染上去 所以我这边我换大一点的笔 多调一点颜色 然后就直接整个覆盖过去 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是把整片渲染的水分 重新分布 那水痕就会被我画掉 因为我刚刚如果只画一小个部分的话 那水分在这整片渲染上面 就会不一致 就会出现水痕 但是当我整片画过去的时候 它的水分重新分布 我就给它第二次的机会 能够变成湿的状态 那在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重新的再来画 湿中湿上去 所以让这一片渲染 有了第二次的机会 所以以后你在画的时候 如果渲染还没有干 你都是可以重新再来过的 那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好那我在这里分享另外一张示范 那这一张示范的过程当中 有出现一些水痕 然后我有把它处理掉 所以我分享这个示范 让你知道出现水痕 其实是可以处理的 只要你发现得早 然后尽快处理 通常就会没有问题 那这一张照片 我是在夏威夷照的 其实就在珍珠港附近 那我觉得这一艘很大的船 看起来很壮观 然后我很喜欢 它船身是黑色的 然后和它的船上面的建筑 还有背景的天空 是一个很好很强烈的对比 那一开始还是打一个简单的线稿 那如果你看我的线稿 然后看照片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我有少为重新的构图一下 我有少为做一些裁剪 让船在整张画的里面 占的比例少为大一些 这样子船会看起来更加的大 会看起来比较壮观一点 比较是我想要给这个画面的感觉 那我现在第一层的渲染 我先画天空的部分 我就先把天空给打湿 然后调一些比较浓的蓝色 就开始画在湿的地方里面 那因为是湿中湿嘛 所以边会是比较柔和的 就会画出这样子 比较轻柔的一些云 那我趁来还没有干的时候 稍微调一些比较暗的灰色 然后把云的体积的感觉给画出来 那在画这种湿中湿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东西 就是你所调的颜料 要比你想象的再浓一些 你在调色盘上面看到的颜色 其实是不够准的 因为你的纸上面已经有水分了 所以当你在画湿中湿的时候 纸上的水分会把你笔上的颜料 给用的更淡一点 所以你要调的更加浓一点 这样子在画湿中湿的时候 颜料才不会被冲得太淡 不然的话一旦干了 颜料就会变得太淡 天空就会失去颜色 所以还在调颜色的时候 就需要思考到湿度的问题 那我现在就继续往下画 那船身因为是黑色的 所以我就直接覆盖过去了 没有关系 因为之后 我可以再画更暗的颜色上去 那你看到下面积了一些水珠 因为我的画是有点倾斜的 所以水会自然的往下流 这会帮助渲染可以比较干净 但是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就让这个水珠干在那里 如果太多的水积在那里 让它干掉的话 也是会出现水痕的 所以我让水珠继续往下 延伸这一层的渲染 开始画海水的部分 那海水的部分我就会用一支大笔 然后直接画蓝色 然后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 加一些适中适的效果 画出一些比较柔和的水波 那照片里面的海水 有很多密密麻麻的水波 那我并不会全部都把它画进去 因为想要保持简单 不想要太多不必要的细节 好 现在第一层的渲染画完了 那我稍微看看 画本身的湿度 那我这边就开始加一些红色进去 那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的干 但是只要颜料够厚 你仍然是可以画在上面 那但是基本上天空的部分 已经干得差不多了 那如果你记得 我刚刚做的比较小的示范 如果你的画是有点倾斜的话 水分会往下流 所以上面的部分会干得比较快 这边把这些红色给画进去 那船的部分 基本上就可以开始画第二层的渲染了 那我这边基本上是 把中间调的部分给画进去 所以船它上面建筑的暗面 就让它画进去 那在画这种比较小的部分的时候 记得你的笔触要尽量干净利落 我最近从Band Oregon的一个水彩研习课回来 那我发现很多学生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可能在他们的笔触上 没有这么的自信 所以他们就重复的在同一个地方画好几次 慢慢的磨 慢慢的点 那这样子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因为它会造成你的渲染没有这么的干净 因为你如果画一笔下去 然后让水彩自然的沉淀的话 渲染看起来会很干净 但是你如果回去重复的画同一个地方 渲染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沉淀刚化 你就会看到比较不干净 然后甚至是有点脏的渲染 所以尽量一笔画过去 就不要再重复的画同一个地方 那我现在开始在画船身的地方 那先画一层中间调 船身底下是红色的 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个形连接在一起 所以就一起画进去 颜色有一点混在一起 但是对我来讲没有关系的 这个本来就是水彩的特性 那我在它还没有干的时候 我其实是想要稍微加一些暗布 让它可以有比较柔和的转折 从暗到亮 所以我在这边做适中湿 画比较暗的颜色进去 不过你看到右边的部分 其实已经有点开始在半干的状态了 然后我的颜料可能用的不够浓 所以开始慢慢的出现水痕 所以在这边你就看到水痕的出现 那我在画的时候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但第一个反应都是有点紧张 因为觉得这个快要毁掉了 我的画快要翻车了 怎么办 但是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要太担心 就立刻再重复的整个画过去一次 把这边渲染整个重新再画过去 水痕就会被你画掉 就会被你覆盖住 让它的水分可以重新分布在你的渲染里面 那另外一方面 左边我之后还会再画更暗的颜色上去 所以左边的部分如果没有那么干净的话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之后会画更厚的暗布上去 就会把它盖掉了 所以画水彩的时候 中间会出现一些 可能是意外 可能是突发状况 但是当你画水彩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应对 怎么去处理 但是多多少少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遇到这些棘手的问题 那一开始可能会不知道 要怎么样子的去解决 所以我自己也是 从很多失败的经验中学习的 但是并不代表我现在画水彩都不会翻车 其实我还是常常翻车的 但是就是不要害怕失败 我觉得水彩是一个蛮容易出现意外 然后就失败的一个美彩 但是你如果能够不害怕失败 能够放松心情来画 其实水彩还是蛮疗愈的 因为你画到最后 你就把结果看得没有这么的重 是比较享受在过程里面 好那这边我现在画港口的堤防 港口旁边的墙壁 那也是市中市把一些暗的细节给画进去 不过你看船身的部分 现在其实已经干得蛮干净的 左边有一点点没那么干净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画更暗的颜色盖上去 所以只要你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 中间过程的部分 你就会更加的有自信 那这边我把海水画第二层的渲染 让它稍微看起来更有层次一点 但是基本上就只是把大片的颜色给画进去而已 然后再把水面上再增加一点点暗的波纹 好现在船身的地方还要再等它再干一点点 所以我就画一些其他小细节的部分 那这边加一点点的暗面 那就利用视觉语言 让这边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小建筑 小东西在那里 这边再画一些灯或者是天线之类的 然后左边的建筑的渲染已经干了 所以我就很快地提示一些窗户进去 让它看起来稍微更加的完整一点 好那现在船身的部分已经干了 所以我就用比较浓的黑色就直接画上去 那就覆盖之前下面那一层 比较看起来没这么干净的部分 然后右边的阴影也就把它画进去 那因为已经完全干了 所以如果加一点点的水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就不会出现水痕 除非你在画的那一层 已经有很厚的颜料在下面 那你如果加一些水就有可能会把那个热给融化 但是如果还没有这么厚的话 其实就无所谓 那这个暗部画进去之后 整个看起来就干净多了 那明暗的对比也出来了 所以有点惊艳的画家 其实在画之前脑海里应该就有一个画面 然后如果是在画水彩的话 心里面应该已经有一个计划了 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会画明暗练习来帮助我计划 但是就算不画明暗练习 多少心里也知道要有一个程序 那只要你相信程序没有问题 那对自己的水彩有自信 那你就是可以画出一幅自己满意的作品 然后最后多加了几笔 把港口的部分稍微修正了一下 这一幅就完成了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幅画 这一幅画很多的对比 后面比较柔和的云 对比前面的船还有建筑 还有强烈的明暗对比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画这幅画的过程当中 有比较特别的经历 中间差点要翻车的渲染 然后因为可以立刻做反应 所以就挽救了这幅作品 所以虽然成品很重要 但是对我来讲过程是更有意思的 希望这次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其实只要你越熟悉水彩的特性 就越能够和水彩一起合作出 你所想要的效果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哦 真不敢相信2023已经过了一半了 希望你上半年都平安顺利 我是水彩咖啡厅的Eric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咯